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好的 拉完這款神舟風雲錄測試服 好 那這邊要帳號註冊嘛 然後我就用帳號來註冊一下 好的 你註冊帳號他會自動幫你產生帳號密碼啦 好 那今天是10月21日 那遊戲是10月20號開啟這個三檔測試 那我們就來體驗玩玩看 好 公告好像就也沒說什麼嘛 音樂可以稍微大聲一點 目前只有一個測試服 來吧來吧 應該是Q版的卡牌收集通關冒險吧 還是得實際玩玩看才知道 蛤 他取RD了喔 遊戲是大陸遊戲正在測試啦 所以會出現一些解體字 好像無所謂齁 因為沒有形象啊 沒有形象 我覺得選男選女都沒差 皇帝怎麼長這樣 有點像星星空 阿姆出現了 這是我的形象 好 先看一下他們的戰鬥系統 好 先看一下他們的戰鬥系統 白澤 皇帝 青龍 映龍 巨蟻 我不知道巨蟻是什麼 沒聽過 吃遊 巨蟻 巨蟻 懲蟻 沈女人 勤天 貢公 好像是神話故事吧 員國的神話故事 善國的故事吧 皇帝 水神 貢公 火城 巨蟻 這些 還有吃遊 我們被滅了 然後我們又醒過來啊 這個套路幾乎每個遊戲都會用 來自靈電的勇士神舟世界 神秘人是誰啊 喚醒士從 士從應該是我們的抽抽吧 扭蛋 普通友情高級召喚 普通召喚一下 風鈴人 我不知道是什麼人啊 人組嗎 看起來不像人組 來高級召喚 背景音樂是古典仙俠吧 好 抽到了 龍女 先佈陣一下 是這樣嗎 這裡 書中仙子是要幹嘛的啊 陣法 然後出陣一之一 是推關卡的 就基本的就是 推關卡嘛 然後抽卡養成 這個 不到一秒的戰鬥 就勝利了 我還想看一下這些東西 哈姆 我有上場喔 那你可以 如果你想要用女生的話就選女生也行 那這邊有告訴我們13等還有17等會開啟這個消遊遊跟潛能 我們廢話不多說趕快挑戰 喔 有劇情 他沒有語音的 這是誰啊 朱焰 兩隻朱焰 兩隻朱焰 感覺會取自一些中國的什麼傷海精啊 一些神話的一些妖魔吧 朱焰應該也算是他們那時候那這樣的妖魔吧 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形象是怎麼樣啦 畢竟我們沒有真的去看過什麼傷海精啊 都是常常看到的遊戲啊 或是都會取 都會跟他們借 借鏡一下 再來不然就是西遊啊 不然就是風聲演繹啊 這個糖康是什麼東西啊 怎麼有點像一隻豬啊 豬八街 所以每次都好要佈陣就對了 九宮閣佈陣喔 OK 這是我們的 站位吧 對啊 這站位啊 九宮閣 喔 這隻 當康是妖族 然後是奶媽 他是妖 然後人仙 然後我是主主角吧 主人 不知道 主角 我剛剛小卡了一下 聊天室有人在聊天喔 歷練 組成 出征 召喚 陣法 背包 四重 好像鎖躍的按鈕他也放在這邊齁 他可能覺得 太空曠了是不是 就放了一些東西在這邊 長陽山 豹王 尋三妖 我覺得那個配音有沒有 太標準了 就是 有點自私 沒有什麼熱血的感覺 聽久都覺得一直在重複 結果我們的奶媽竟然是這隻豬豬 小豬豬 主要是連敵人也有 真奇怪 戰鬥的 動作感覺就比較僵硬一點 我覺得啦 九顆星可以領一些寶箱 繼續抽角嗎 沒有 裝備 超級裝滿喔 戰力提升好像有點多耶 提升2900 然後鍛造 直接練到12等 這麼厲害啊 我才6等而已 冰追劍魚喔 我不看字幕我剛才聽不懂 冰追劍魚 那上面應該是攻擊的順序吧 看不出來有什麼 什麼順序啊 沒有什麼 只能看他說誰出手 我們這邊的順序可以稍微看到一點點 出手順序啊 看不太清楚 好 終於要打到這個 打倒這一隻 小boss吧 神秘人 神秘人 結果他不會出來了 他還是派他的暴王出來 可以加速了嗎 啊不行 10等才可以加速 狀態喔 看不懂 喔一些 buff啊 或是debuff吧 全自動齁 我們什麼都不能做耶 連個技能都沒得按 他不至於每個普攻都要 都要喊一下吧 我覺得他每個普攻都要喊一下 是不是有點 太多了 太over了 就是我覺得普通攻擊不用喊必殺 然後必殺才要喊 他是全部都喊 然後就讓我覺得有點重複性 比較吵一點 這我目前看到這個戰鬥系統的缺點 天鷹這應該是我們的技能是不是 守護靈 因為你應該要有一個技能讓我們按啦 那有時候可能是主角的大招 我沒看到 喔沒看到 喔在這裡 但是他可以按嗎 他只是出現在這裡而已 喔不行還要繼續努力 這樣玩起來感覺 靈靈向比較低一點 就比較適合靈靈層低一點來玩 因為走卡娃威路線嘛 然後又比較簡易一點 沒什麼策略 有沒有天鷹不能用啊 可能有什麼效果吧 剛剛沒認真看 那我覺得 怪的那個圖樣 重複性也蠻高的 我出現了 天鷹 但我沒得按 他是自動的 好那有點像大招只是他也是自動的 全自動 來繼續裝備 精煉一下 今天是怎麼樣 這是史詩無極劍 上面多了一顆紅色的這個 很像寶石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精煉 風調雨順 落炸 奶媽可以晚一點再補吧 對啊這是我們天鷹 打好快喔 一直死 一場戰鬥不用10秒 雖然是這樣說 但是他就一直要我點 天鷹 哇我們主角太爛了 只有一波敵人喔 好像都是只有一波 連線比較慢 飛機 OK新奇 gentleman 卡住了一個小pose吧 不會今天 12等了喔 第一等也是12等 這是設計好的嗎 滅魂好像沒有傷害 是什麼攻擊 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現在沒辦法看 他還是要我要繼續點 連線比較慢齁 快斷線快斷線的感覺 真的快斷線快斷線 哇 卡住了卡住了 我暫停一下 來吧我重開了 重開看看 好了好了重開就好了 其實現在可以大概給出個結論了 就以卡牌這種 用卡牌收集然後推關卡通關冒險這種玩法來說 這款遊戲玩法的話就 戰鬥系統幾乎是沒有了啦 你沒有技能可以R 然後也沒有什麼大招可以R 就只能讓他們自動戰鬥 就比較弱一點 可玩性比較低 那我們來看一下逍遙友 逍遙友是放置掛機的地方 2小時的那個放置收益 好 逍遙友 然後神舟奇緣是什麼東西呢 派遣的功能 OK派遣功能10個小時 然後可以加速 好神舟奇緣是派遣的 那回來組成尋寶 尋寶是轉盤吧 OK轉盤功能 OK轉盤功能 我覺得他那個剛剛那個教學教第一章結束就好了 你看又來了 他可能要打到第二章玩吧 其實第一章打完就差不多了啦 他可能自己有想到說他每一關不到10秒 就戰鬥結束了 就為了延長那個教學吧 可是我這樣按按也按了15分鐘沒有 他馬上中了一些法術 地上有那個火焰 仙路 好這邊17是潛人 然後天梯是21 好BOSS戰了吧 跨腹欸 是垮腹還是跨腹我不知道 就追日啊 就 不自量的去追日吧 然後最後被咳死了 被熱死了 好像是這樣的故事是不是 跨腹追日 以前還有那個太陽太多了 後衛要把太陽全部射下來 莫名其妙 太陽其實就只有一個啊 我們現在人都知道嘛 怎麼可能會有10個 水豬連彈 人工 哇我死掉了耶 所以我要輸了嗎 感覺要輸了耶 因為他好像不太會釣血 補魚大賽 然後失敗之後 我們就要回去強化我們的東西 把剛剛學會的那些強化 全部再做一次 別打太久了吧 可以撤退嗎 不行啊 好跳過 好有人要助陣是不是 助戰系統 好有人來助戰了 這邊有一個 這個是畫嗎 畫方 我不知道喔 撿起字 好很明顯 獲勝了 他故意了啦 故意讓我們輸掉 然後有一個助戰功能 哇這個橫框好像好硬喔 好 手衝 是不是手衝 六元 獲得剛剛那一隻傳說角 好像剛剛打廣告 好 自由了吧 看起來自由了 我們一個個來看 好這是我目前的狀況 聊天室 聊天室 沒有聊天 都是一些系統公告吧 尋寶 剛剛已經用過了 通天塔還沒開 這些都還沒開吧 黑市 返回 可以這樣一下 培養一下 然後 裝備在哪邊啊 天脈 哇這麼複雜喔 還有天脈 什麼東西啊 這邊是被動和主動技能 OK 然後可以展示一下他們的動畫 白者炎帝這集是很強吧 新手之路 7日登錄 精彩活動 我稍微帶過就好了啦 想玩的人自己來測試試玩 測試時間的話到11月6號啦 還蠻久的 那繼續看囉 背包正反而就是我們站位嗎 有現在 時間抽召喚 有啦 這邊有一個時間抽召喚 新手一定要送個時間抽啊 沒時間抽就太遜了 這個是黃色的 金色的 應該是這次最強吧 然後沒了 好 高級召喚 好 這邊沒有 普通召喚沒有捲 這邊沒有 好 那我們就抽到了這個字馬 鷹魚 好像小美人魚喔 好 裝備在這邊啦 裝備一下 啊 沒裝備啦 粉紅蜒 裝備斷造靈殿石鍵都在這邊 就這邊 欸他怎麼還有啊 怎麼還有紅點點 我可以鍛造是不是 一鍵鍛造 全部鍛造 全部 lectures 換個招 反正消耗的是我們這個銅幣 還好耶 我們來佈陣一下可以佈陣幾隻啊 可以拉耶 可以拉這麼多 不行只能上五隻喔 OK只能上五隻 炸好了好不好 炸好了 無陣型 這邊有一些陣型 好一些陣法 讓我們可以選擇我現在沒有陣法 然後 這些陣型應該是什麼東西啊 出手順序嗎我不知道耶 應該是吧123456 這可能是出手順序耶 因為每次都是這隻先出手喔 我不知道喔 然後這是天鷹嗎 我們剛剛有用 可以幹嘛呢 這邊有一些屬性加成 然後他的技能在這邊 造成所有敵人 所有角色1053的傷害 然後隨機 落控制狀態 附加一個 但是這些技能全部都是自動啊 所以說你這個遊戲玩法 就是先做到戰前佈陣 然後角色一些分配 可能會有一些光環啊 同屬性的光環 有妖族嗎 人族嗎 大概是這樣吧 培養一下好不好 培養一下 直接升到馬吧 沒了13等 然後我們剛剛還有上誰 就上這一隻嘛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五隻 好來戰鬥一下 也就是說你新手教學得完成第二張啦 第二張得完成才可以取得自由 那福利的部分就送 10連抽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是排行榜吧 那我們來打一場 寶箱我領了嗎 下游是放置掛機 我現在放置掛機可以領取 現在遊戲基本都一定要有這個功能啦 就讓你離線還可以慢慢練功這樣 不會卡等 比較不容易卡等卡關嘛 我們來看囉 出手順序 喔沒有喔 是陰影先出喔 出手順序可能每個人 敏捷不一樣吧 我本來是依照位置 但是看起來不是依照位置 然後可以兩倍速 然後跳過的話要 第三回合可以跳過 或是VIP OKOKOK 那遊戲試玩先到這邊吧 好不好 有興趣的人我會把那個 我一樣會把這個遊戲下載連結 放到我影片下方中的資訊欄位 那再下載來玩就可以了 目前還在測試階段 那可以一鍵註冊啦 不用什麼手機啊 印證碼都不用 就可以拿來玩 那就先這樣吧 好了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